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仲裁 网络上流传的这样一段视频 三只猫咪被关在一个玻璃房间当中 一只猫正在琢磨两扇玻璃中的那条连接缝 接着就像系统出bug了一样 这只白猫竟然把头从缝隙当中钻了出来 然后是一只前撞 旁边的猫咪都看傻了 这哥们儿都在干啥 接着他们眼看着这只白猫一顿挣扎 竟然又过去了一条前腿 继续使劲 他竟然把整个身体都拔了出去 回头看看里面的同伴 别说人类了 就连他的猫咪同类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哥们儿竟然钻出去了 原来猫咪真的是液体 就和我们前面说液体章鱼一样 章鱼是只要嘴能过身体就能过 而猫咪呢 它是只要胡须能过身体就能过 比如这只小奶猫不管不顾 推开同伴的阻拦 把头探出去 伸直往后一拔 再接一个缓冲落地 简直比章鱼的凌空越狱还要炫酷 除了视频和图片 科学家竟然也证明过 猫咪是液体 这真的太神奇了 为什么猫咪会有这种液化身体的超能力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 时间回到2017年 美国麻省 哈佛大学的礼堂里群魔乱舞 这是一年一度的搞笑诺贝尔奖颁奖现场 虽然这个评选很扯 但是每一个研究都是真儿八经的科学 比如2000年的获奖者叫做安德雷海姆 他当时在哈佛礼堂里说 自己在实验室里发明了一种持悬浮装置 成功的扶起了一只青蛙 这个实验看起来真的是笑死个人 但是在10年以后 2010年 安德雷正式靠着这个研究 获得了真正的诺贝尔奖 获奖理由是研发了石墨烯 而他最开始研发石墨烯的目的了 正是为了完成10年前 那个悬浮青蛙的搞笑实验 石墨烯帮人类打开了一扇新材料的大门 比如石墨烯电池 这个东西要是量产的 那你的手机就真的是充电5分钟续航3个月了 这就是搞笑诺贝尔奖 先让你笑 再让你思考 从1991年开始 搞笑诺贝尔奖每年都举办一次 每一次都叫首届 于是就在2017年的首届颁奖仪式上 这个叫做法丁的小伙登场了 他的获奖理由是 用流便学原理证明了 猫咪是液体 那如何形容流便学咯 大概是这样的 科学家们把这种能够轻宫水上飘的液体 叫做非牛顿流体 它看上去和水差不多 但是当人踩上去的时候 它会瞬间变得非常连稠 像固体一样坚硬 而如果你站着不动了 它就会反应过来 差点汪了 自己是液体 于是它就开始流动 让你陷下去 非牛顿流体并不罕见 比如番茄酱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这个池子里装的也不是什么罕见化工原料 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玉米淀粉浓浆 生活中几乎除了水和酒精 这类很纯很纯的液体 像是糖浆啊 血液啊 鸡汤啊 这些有点连稠的液体 它们其实都算非牛顿流体 而研究非牛顿流体的科学 就叫做流变学 如果你要测试一个人 是不是真的会下围棋 那就问他19乘以19等于多少 而如果你要测试一个人 是不是真的懂流变学 那就跟他说一句 潘塔瑞 这三个字是他们主师爷的名言 意思是一切物体都是可以流动的 这个主师爷叫做赫拉克利特 后来天神牛顿也加入了这个文派 他用潘塔瑞一桶江湖 把固体液体气体三大形态 描述成同一个数学模型 那就是潘塔瑞 有变学 一切都是可以流动的 比如你要是跟你的物理老师说 喜马来亚山是液体 它肯定会把你生存了 但是如果它没有把你生存 反而是用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看着你 那么这个老师 肯定是加入过潘塔瑞门派的 因为他们这个门派看来 喜马来亚山确实是液体 这个数学模型叫做迪伯拉等于 t除以t t是指物体改变形状所需要的时间 t是指观测这个物体的时间 而迪伯拉数呢 则是判断这个物体是固体 还是液体的根本数值 如果迪伯拉小于一 那么证明它是流体 而迪伯拉越大 则证明它越接近非流的流体和固体 所以喜马来亚山到底是不是液体 这得看你的观测时间 以人类的时间尺度来看 t只有几十年 而ta有几千万年那么大 所以迪伯拉数非常大 喜马来亚山显然是固体 但如果以地球的时间尺度来看 t有几十亿年 而ta只有几千万年 所以迪伯拉数小于一 显然喜马来亚山是液体 当然喜马来亚山是液体 这也不是理论空想 比如从大陆飘移的证据来看 喜马来亚山确实是在流动的 只不过我们人类的t太短了 感觉不到而已 同样的道理 这颗水球也是可以是固体的 因为从每秒上万帧的高速摄影的尺度来看 它刚刚被戳破的那一瞬间 保持了短暂的固体形态 只不过是时间太短 人类也无法感知 我们把它忽略掉了而已 但事实上 它和喜马来亚山是一样的 在某个时间尺度上 都是固体 也都是液体 这就是流变学的世界观 我们初步了解以后 就能继续看法定是如何证明 猫咪是液体的了 法定说 这项研究的起因是因为2014年的时候 有一本动物杂志列举了猫咪是液体的15个证据 这15个证据使用了不同品种的猫咪和各种各样的容器 最终证明猫咪可以让自己变成容器的形状 并且没有明显的体积变化 这是液体的基本属性 这篇研究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尤其是这幅小猫全说在高脚杯里的画面 很多人都抨击杂志说他们虐待动物是把小猫固定在容器当中喂养 才长出这种恐怖的形状 但事实上真正养过猫的人应该都有体会 猫咪是真的能够变成液体的 比如这个下楼梯的视频 很显然这是一只液体猫咪正在从楼上流下来 接着法定使用了这样一段视频来举例说明 他说注意看猫咪液化灌满整个鱼缸的时间 大概是5秒 而我们观察他的时间是60秒 所以这一时刻猫咪的底部拉数是5除以60小于1 是液体 还比如这只长毛猫不仅底部拉数小于1 而且它的长毛迅速膨胀 充满了整个容器膨胀 这就是气体的特性 所以在这个特例当中猫咪甚至表现出来了气体的性质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再延长 就会发现很多时候猫咪在奔跑在跳远 这个时候它的底部拉数大于1是固体 所以这证明了猫咪可以是液体 也可以是固体 取决于观测者和观测时间 另外要充分证明猫咪是液体 就必须考虑到液体的第二大特性 就叫做主轴 就是说液体流动通常是有一个主要方向的 在这个主要方向上的流动 是不需要容器也能够形成的 于是法定引用了这样一些照片 比如在水槽里沿主轴方向摊开的猫咪 还有这个沿着主轴方向在地面和猫龙之间摊开的猫咪 还有这只被主人盯起来 沿主轴方向被拉得像披萨一样戏长的猫咪 甚至还有这种在亮衣杆上沿主轴搭拉的猫咪 再比如这只在非主轴方向上摊开的液体猫咪 流动性只延展了两到三倍 而在主轴上流动的猫咪延展性高达五到六倍 很显然这证明液体猫咪存在一个流动性更好的主轴 所以这些主轴现象也进一步证明了猫咪是液体的属性 继续证明液体还应该有轻疏性 比如水和油无法相容 水和油就是相输的关系 而水可以在纸巾上迅速摊开 所以水就是清纸巾的 但水无法在荷叶上摊开 所以水又是输荷叶的 那液体猫咪的轻疏性又如何呢 法庭拿出了这样一张照片 他说这个竹篮子就是一个超级疏猫的表面 液体猫咪在竹篮表面呈现出了接近球形的状态 这和水在荷叶上呈现的状态一致 荷叶效应是因为粗糙的荷叶表面在排斥光滑的水滴 而法庭说了 他发现猫咪的清疏效应是因为它们粗糙的猫毛在排斥光滑的表面 比如法庭拿出了一个表面极端粗糙的例子 这只猫咪在铁栏杆当中睡得很安详 同时法庭在实验中还观察到 猫咪更喜欢在地毯枕头和键盘等等粗糙表面摊开 而如果碰到光滑的瓷砖表面呢 也会出现这种极端疏猫的情况 分析到这里 法庭又解释了一个蚕食官们经常碰到的唯一现象 那就是猫咪为什么这么怕水 这是因为水是一种极度光滑的表面 太熟猫了猫咪当然不喜欢 在法庭的实验当中 液体猫咪还表现出了非牛顿流体的特性 这个特性呢就叫做屈服硬力 比如你挤番茄酱的时候 要么是怎么挤都挤不出来 要么是死去一大番茄酱哗啦一下全流出来了 这个突破极限的力量就叫做屈服硬力 一旦给非牛顿流体用力过猛 它就会立刻从固体变成液体 而猫咪也是一样 比如小猫钻到沙发缝或者钻到鞋子里面的时候 你是很难把它拿出来的 真的就和你挤番茄酱一样 怎么用力都不出来 而一旦用力姿势正确了 它会哗啦一下全流出来 论证还没有结束 因为液体还必须满足一个严格的要求 那就是湍流 也就是说当液体的形变速率足够大的时候 会产生这种混乱的运动 比如漩涡就这种湍流 那猫咪是否满足湍流原则咯 法定拿出了这样两个例子 一个是猫咪在瓶子里飞坏旋转的画面 这显然符合湍流原则 另一个是小猫乱按键盘 被主人关到瓶子里的图片 很显然在瓶子里小猫转了几圈以后 探出了头 这符合包轴效应 也就是这种随着湍流加快 液体开始爬干的神奇效果 看来所有猫咪是液体的证据都照到了 法定在动文最后说 猫咪并不是那种简单的被动液体 它们是主动的 可以在没有外界影响的情况下 自主改变孤业形态 另外也有日本专家指出 我们不能把猫咪看作一个孤立的流体系统 事实上猫咪还能够转移和吸收周围环境的压力 比如在日本压力过大的上班族 可以去猫咪咖啡馆 通过撸猫释放压力 这就是法定的研究 猫咪是液体 可以钻过7厘米的小洞 可以跟着扫地机器人一起流淌 甚至可以从柜门缝里很自然地流出来 可以伸进管子 还可以这样喝水 甚至让我们怀疑 汤姆与杰瑞究竟是动画片还是纪录片 随意的就变成一袋猫 一碗猫 一缸猫 一盆猫 一罐猫 等等等等 但是猫咪为什么能够做到这种液体生工呢 接下来的研究就该生物学家上场了 这背后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生物学家说 猫咪在它那具小小的身体当中 隐藏了290块骨头 每一块骨头都很灵活 比如猫的肩胛骨并不是固定在锁骨上的 而是可以活动的 日本电视台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在一个小箱子里 只有一个8厘米宽的出口 猫咪过去 先用胡子量了一下 就知道自己能不能过 但是换一只狗狗进来 很显然 我们会发现狗狗被自己的肩胛骨给卡住了 甚至还有日本网友 做过这种猫咪专动的实验 从20厘米一路减小 减小到5厘米的时候 再试试难度更高的凌空圆孔 从20厘米 15厘米 12厘米 再到11厘米 都没有问题 在另一个实验当中 我们看到猫咪在蛇形前进 主人成功的把猫咪养成了蛇 实在太厉害了 理论上 猫咪全身最宽的地方是头 但猫咪的头骨又非常的小 这让它很适合转动 再就是内骨和胸骨 当猫咪还是小奶猫的时候呢 它的26块内骨和8块胸骨也是可以活动的 接着就是小猫的颈椎 胸椎和腰椎 猫的这些骨头 缝隙都非常的大 而且猫咪的整条脊椎上面 有44到58块骨头 人内只有26块 这些又多又松的脊椎骨呢 就可以让猫咪把脊椎拉得特别长 甚至可以180度转身 或者轻松摆出各种诡异的扭头造型 另外 猫咪为什么喜欢装盒子 如果你从小养猫 可能早就发现了 越是小猫 越喜欢往盒子 沙发缝 鞋子等等又小又黑的地方砖 这其实是猫咪从恐龙时代 就养成了生活习惯 大约6600万年前 那颗陨石灭绝了飞鸟恐龙 把整个地球的生态结构都改变了 于是 有一种叫做细齿兽的小型哺乳动物 就开始崛起 有一部分生物学家认为 细齿兽就是今天猫咪的最原始祖先 而且还是整个食肉木的祖先 食肉木主要包括犬型鸭木 熊型下木 骑竹类和猫型鸭木 也就是说猫咪狗狗熊猫海狮 它们6000多万年前是一家 那个时候恐龙刚刚灭绝 细齿兽继续在树上生活 喜欢吃肉 只有一只小猫大小 白天躲在树冬里睡觉 晚上才敢出来抓点小动物小虫子吃 但是这样生活了2000万年以后 有一部分细齿兽觉得太憋屈了 它们要变大 要去填补食肉恐龙留在陆地上的全力真空 于是它们就变得越来越像狗 这就是犬型鸭木 犬型鸭木继续变大了 就是熊型下木 熊型下木还能变大 这就是退了毛跑到海里的棋竹类 也就是各种海石海乡海豹这类分也分不清楚的动物 当然熊型下木里也有变小的一波 它们就是浣熊臭幼这一类幼颗动物 而当年那些没有下树或者下树稍晚一点的细齿兽呢 就变成了猫型鸭木 猫型鸭木也会变大 这就是现在的灵猫 它们至今都没有下树 还有萌 这是下了树的品种 萌当中呢 又有一个特大号的家伙 叫做猎狗 水猎狗其实是猫 当然猎狗也不是最大的猫 几万年前猫型亚木当中 还出现了一种能够猎杀猛马像的巨兽 剑齿虎 剑齿虎长得实在太大了 需要的猎物越来越多 最后硬是没熬过最后一个冰河期 给灭绝了 反而是稍小一点的狮子老虎 取代了剑齿虎 统治了陆地 这就是猫型鸭木底下的猫科 而猫科当中也不只有狮子老虎 这种大型玩家 还有猫咪 科学家们曾经评选过一个 陆地上最知名的猛兽 你绝对想象不到 第一名竟然是这种叫做黑竹猫的小野猫 它们一晚上捕捉猎物的数量 能够抵得上猎豹六个月的收获 平均50分钟就能够成功捕猎一次 捕猎成功率高达60% 是失智了三倍 但是黑竹猫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它的体型太小了 很显然如果被大型动物捕食 它是不可能取胜的 怎么办呢 于是黑竹猫白天钻到树洞 地穴和石凤这种特别狭窍的地方躲起来 晚上再出来捕食 这是它们从细齿兽时代就开始 练了六千多万年的独门绝学 相当的厉害 这也就是为什么猫咪喜欢装盒子的真正原因 甚至连一些大猫也都还存在这种祖先记忆 所以当你看到猫咪 正在用这种非常夸张的液体知识睡觉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打扰它 这是它最放松警惕的状态 证明它很信任周围的环境 包括也很信任你 在野外 猫咪通常会以这种起跑的知识睡觉 时刻准备逃跑 总结一下 食肉牧虫细齿兽那里开始 猫咪是一条路走到黑 全部点敏捷 点了六千多万年 才练就了这身液体神功 而狗狗呢 点了群功技能 熊喜欢点力量 海狮则活生生的把自己点成了一条鱼 关于猫咪为什么能液化 可能还和它们那颗神秘的大脑有关 本来猫咪的大脑非常小 只占体重的0.9% 而且只有7.6亿个神经元 但是这颗小脑子 却要消耗全身五分之一的血液去供能 这就非常奇怪了 就拿人类来说 我们的大脑占体重的2.3%左右 有861个神经元 也只使用了全身五分之一的能压 和猫咪是同一个水平 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猫咪大脑在时刻不停计算着 它们身上每一块骨骼和肌肉的位置 为什么猫咪站得越高越不会踩空 这其实都是因为猫咪大脑正在疯狂计算的结果 它们协调每一块肌肉和骨骼 让自己变成一滩优美的液体 然后再在一瞬间固化 完美的缓冲落地 据说瑜伽刚刚在古印度起源的时候 瑜伽士们从猫咪那里学了很多知识 比如他们发现人类和猫咪一样 都会在睡觉的时候进入一种低血压的放松状态 本来人类想要在睡醒以后唤醒肌肉 生懒腰是本能动作 但是古代瑜伽士们观察到 猫咪生懒腰的知识好像更加高效啊 于是他们就开始学习猫咪的知识做瑜伽 这个动作其实是人类从猫咪那里学来的独门绝技 猫咪的瑜伽功夫很厉害 他们早就用这身液体神功 掌握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黑科技 他们是能与大自然沟通的经营 而人类至今没有驯化猫 就像我们没有征服自然一样 很可能是大自然和猫咪驯化了人类 我们无脑爱猫可能就是一种天生对大自然的崇敬吧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夫人说 你不用分析那么多 喜欢独猫是没有理由的 就算 Miks 兽名 我们下回我们下回了 看看这儿 我们下回了 让我们下回了 我们下回好了 我们下回 phenomenon 我们下回了 再让我们下回来了 感谢观看